主席 嘉宾 各位朋友 班加班 好 各位前的一晚上 和往常一样 我拧着一包垃圾 在巷头 带一带一个垃圾车 突然 一位邻居 张太太 半跑着过来 他会急着跟我说 这是真的 跟你说 我已经把往那儿宝贝儿子安排到最好的活中 跟最好的班上去了 看他们开心的样子 说 你好厉害 你很有办法 张太太的儿子大名 小学的时候跟我学过一枚英文 在家是个独身子 被做丑爱 看来 张太太想要好好地照一顶她 可是 几天过后 我就被张太太的话给吓到了 是不是呢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那个孩子的老师 会打起来喔 而且喔 有时候喔 还会拆那个椅子上着木条来打 这门车耶 我这小孩子怕痛喔 还穿好几层裤子 我一天 天生起了一声喊 他毕竟是我曾经是我的学生 我说 那不是太恐怖了吗 我想到 张太太 故以为然 他说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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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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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錄鐵考試 都會呈現巨大的壓力 每天要考好幾顆 常常要讀到十二點 為了考出來的成績 紛紛計較的 大家都不快的 有一陣子 我常常在半夜 聽到有人在大好大腳的聲音 仔細一聽 原來是張太太 跟大明在吵架 大部分的對話說 做貓喊說 你是我的優勢念書啊 你敢再看電視 大電動消息會中臉 大明很快把我偷了回去 佛中生有力氣 我為什麼要一直念書館 標理館 我就是不喜歡念書 怎麼樣 阿比拉朵 我心裡想 哦 怎麼回事啊 有時候我甚至聽到 好像是獅子在狂吼的聲音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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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平靜 心裡想 這是個野蠻世界嘛 他們五隻兩 不能打得起來了呢 我心裡想 好苦啊 何必 幾天過後 我再又看到張太太的時候 這一次 怕我等不起要問她 欸 張太 張太 那個大明現在怎麼樣 張太太 越險疲憊 但是 忍賭丁的說 我已經喔 幫她轉到私立學校去了 那個學校在山上 早上一大早 六點五到 校長就把她接抖了 晚上九點 才放學 而且喔 她還把那個美術啊 音樂課喔 用來加強主課 晚上 還放主課 加課 我相信 她回到家 沒有力氣跟我吵架 這樣子 張太太 師傅又開心起來了 對於她的安排 我師傅非常滿意 充滿信心了 幾個月後 我聽說大明 不去上學了 可是後來張太太跟我說 她也真是個意志力堅強的女人喔 我已經幫我們一個大明喔 準備安排到美國去念書 我可是花了四百萬耶 還要用那個技術移民喔 還能過氣 我願意來陪她念書啦 很好 可是後來 我問我在美國的七七 她們住在附近 關心大明的貢獲 聽說 胡子倆的衝突 不但沒有改善 並且更大的惡化 大明在外面 交了壞朋友 虛索無度 甚至 跟媽媽放話 你敢不給我錢 我就去告密 說你是非法移民 爸爸時候 留下來的離場 我也有人會拿 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錢 你憑什麼不給我 張太太為了孩子 傷過腦筋 終於 她拖著大明 去看行李醫生 醫生問 大明 你有什麼問題嗎 是我媽有問題 不是我 從小她跟我服從她 我完全控制我 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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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的故事 讓我想起 美國委員會作家 Melody Fetty 曾經聽請我們 當我們想控制某件事情的時候 實際上 那件事情 已經無形的 在控制了我們的一生 我們都知道 母是很偉大的 但是 如果它是一個 無法承受的愛 卻可能造成母子 一生的傷害 我們能不小心嗎 不行 今天我們演講者 一剛開始 就以她非常大方式去探討 所以各位問好 由於她今天演講 打開了一個序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太好的方式 演講者表現得也非常成功出色 所謂好的開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今天演講者 不僅她的開場 非常大方式去探討 她的演講內容 也非常地豐富 而具有意義 在內容方面 她將父母親的喜怒哀樂 表現得容易 當父母親聽到孩子 好得一面的時候 她非常喜悅 可是當她聽到孩子 負面的消息的時候 她們非常地擔憂 可以說是 天下父母親的心情都表現了 然後 然後 對方的決議部分 她又開始說 我們雖然讓我們孩子 可是我們方式不斷的時候 我們 可能會太大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 這是一個欲教瑜樂的 一篇演講 除了她這些演講 非常有意義之外 她的表達 也非常生動允許 她 善於她 非常省略的知情 然後再加上 是一個音調變化 再加一些 台語的一些口音 所以她的表現 影響表現 可以算是 非常地 生動有趣 又現實 所以 今天 演講者的表現 可以說是 非常地 成功 出色 不過 所謂 智者千里 必有所思 在這裡 我還是有些建議 提供給演講者 做一個參考 首先 今天演講者 他的開場 雖然非常地成功 可是我覺得 他的結語部分 稍微過了一點 他的題目是 無法承受之外 他主要表達的意思是說 我們對子女的愛 愛之很主持 不大的話 主要害之 所以一大開始 他可以說 各位 能不能害你們孩子嗎 可是你不要忘記 有時候你方式不對的時候 你可能是害了他 所以一剛開始 就吸引你 可以吸引你大大 知道你今天要講 內容的重點 然後呢 他的 結語部分呢 也稍微草率一點 就是馬上好像 他的正文算很公佈 可是相對於 結語部分呢 也稍微做了一點 因為我們一天 好的演講 它是包含 旗語 正文結局上的部分 任何一個部分 稍微做的話 都會影響 這篇演講者的完整性 那我想 這是我今天 對演講者 一些小小的解釋 雖然如此 我覺得他今天表現 整體演 對於他製作 夏慧雲非常地精彩出色 我相信他未來 在一些技巧上 官立長 在庫區修正改善的話 他外來的表現 肯定會 更精彩 更出色 讓大家 事故以待 謝謝 各位這不是畢業 而是我今天 你們兩個 大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內容 文章內容 一個是教答形式 那在內容方面 主要證文 開頭證文結尾 很多人都知道 那開頭主要的功能 就是吸引注意力 而我們今天 為了他是用故事的方法 去吸引大家注意力 那或是覺得 你這邊我自己還記優點 接下來開頭還有 另外三個功能 親切度 他講的是大家 卸身的親自教導問題 大家覺得 心裡好像大家 不管你是 為人父母或為人子女的 你都會遇到多問題 所以有親切度 而且他在講他親身的經歷 但我覺得 他的信度也夠 所以就覺得 我會相信台灣 也是他親身的經歷 那接下來還有 除了一開始 吸引大家注意之後 接下來要 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這個議題 跟我們有 切身的關係 或有意義 有嗎 就如同剛才所說的 這是我們大一輩子 都會面對的問題 因為不管是 當子女或當父母 開頭的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 他的優點 其實這事情都有做到 那接下來是說 證文 證文主要跟我們兩個 一個 一個是 我是看你國際架構好不好 第二個是 你有沒有用具體內容 會消化 他因為這個 主要不是論說文 他主要是 講一個故事 所以他基本上 採取時間序列 就是事情發生的先後 然後我覺得 這OK 因為這樣好氣 從事情發生開始 到後面 也沒開始氣得下來 而且他中間的話 他有 他也有 他也有 用了具體的 一些簡單的小話 像是他模仿 他外奧子說 不是我的數 都是我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這邊還蠻好笑的 所以 在這邊的話 我也是給他記了一個優點 接下來結尾 結尾的話 主要功能一個就是 做摘謠 告呼應行動 或者讓大家 接下雨孕說 聽完他演講好 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方面 做得很好 他說 不可承受的愛 不能不小心 一個驚嘆 心中有一個感覺 他有做到了 但是 接下來我要講 三個就是 開頭這麼久 我覺得有些地方 可以改善的是 首先就是 我覺得題目好像就是 不可承受的愛 好像有點負面 是不是我們題目 有時候要正面一點的 大家要參考一下 第二個就是 他開頭 講得很好 可是有個 小小帶感情的地方 就是 好長喔 我一直聽到我看 時間過了一半 他才扯到他的 才扯進話題 就是 要討論親子教養的問題 那時候時間已經過了一半 他來開始講 這個開頭 他稍微 時間稍微多了一點 接下來就是 結尾 他有留下雨孕 可是我有點大論 那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他說不可不小心 那 是不是要放棄對孩子的控制呢 還是完全對孩子的控制 還是說中間 好像沒有提到 我剛才是因為他時間控制的少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 那層面已經做了 只要這三點 開頭或許 時間短一點 題目正面一點 然後 還有個結論告訴我們 行動而在 那相信他下次在這邊的時候 不只是示範演講 而是在上面跟我們大家一樣 是個參賽者 謝謝大家 這讓我想到 秋吉有跟你講過一句話 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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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歷史上最短的一篇演講 今天我們聽到 我們兩位有所分享的 這個演講呢 他講到一個什麼 親子之間彼此的拉扯 我覺得這次是一個非常具有價值的一篇演講 他也講到我們現今社會上 父母跟孩子們之間為了課業 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他舉了一些 我出了一個例子 孩子 為了孩子好 從國中開始 就主生幾率的 讓他組好的學校 也有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為了是什麼 讓這個孩子 將來能夠出人頭地 成為什麼 成為父母眼中的那個樣子 注意喔 是父母眼中的那個樣子喔 是這孩子要的嗎 他舉出了這些東西 來導致我們一些事實 什麼事實呢 孩子壓力量大 到最後 被送到了 所謂的新移生面前 他當然會反駁他父母 所對他的期待和期望嗎 試問的 如果自己也在這當中 你會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這邊講的 非常好 他後面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這是船 水啊 能在做必能覆舟的道理 告訴我們有這樣的審視的空間 但是那邊再好的一個演講 他也有一個辛苦的空間 在這邊講的 我發現到一些個人的一些看法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這樣來學習這篇演講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兩位有運用的 傾聽式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他說要傳遞的訊息 跟這個想法 如果一開始 我們可以用非常誇張的方式 去表現出 母子之間的互動化 哼 效果會不太一樣 孩子啊 請給他 不上課啊 孩子啊 不喜歡沒有 如果這個時候 他的孩子 馬上突然趴趴趴趴的一句話 還不想寫啊 很討厭的耶 一直到要補習補習補習 不補習啊 如果一開始 用這種方式 來開場的話 來做破題的話 想想看 這邊在一開始 大家是不是 被你所要演講的內容所吸引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舉例部分 我覺得舉例非常好 但在整個演講的角度來講 他的內容部分 偏多了一點 他要後面的一個回覆 跟這個少後的這個 要支持你的想法 或解決 父母跟親子之間的關係 你要舉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你要去舉例出來 我們或許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如果 我們當家長的 希望孩子好 我們可以去思考 我們真的是希望讓孩子好呢 還是讓孩子成為我們眼中的那個樣子 正在我們孩子的立場 父母可以這樣子對我 對我有什麼幫助 那這是我想要的嗎 我們如果說 用這兩個角度來分析 當事者他們之間的一個變化型態的關係的話 或許可以讓我們所有聽眾 我們在今晚別養成為回去思考 如果我跟我的孩子之間 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下調整 所以我跟他講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運氣 也讓我們學歷到少 感謝你們的分享 多謝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